2022年5月17日凌晨一点左右 圣彼得保警方拦响 正准备回家的皮内拉斯县副警官 谢尔比·埃利斯·科尼利奥 警方拦截他的理由是超速 在突然被拦截时 埃利斯多次强调自己是皮内拉斯县的副警长 期待同僚们能放他一马 然而眼前的警员却不为所动 他要求埃利斯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 但埃利斯却称他忘记带了 警员在埃利斯的驾驶室中 看到了他的驾照 但上面的地址却于他如今的居住地不符 就连他所驾驶的车也并非自己所有 此时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酒精味 显然这些味道来自埃利斯 警员猜到埃利斯喝了酒 于是要求他做清醒测试 然而埃利斯却迟迟不应当 转而开始与一名男警员套进户 甚至邀请他上车以证明自己是清醒的 我一个Panelas County Deputy 我的ID不是这里 但我一个Panelas County Deputy 这个车不是我的 你有任何的名字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她说因为我习近太远 我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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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到我的家 我可以回到我的家 我可以 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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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语言 因为你会过 这个车 不是我的家 所以 我只是在家 我只是在家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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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警察却不为所动 坚持要求她下车接受测试 最终爱丽丝无奈下了车 在路边的执法过程中 警员仔细观察爱丽丝的双眼 结果发现 她的眼睛充血严重 面对警员的询问 爱丽丝却试图辩解称 这是佩戴了隐形眼睛所致 然而她迷离的眼神和迟缓的动作 无疑都是饮酒过量的明显迹象 警员在此期间多次提醒爱丽丝 要如实陈述事实 但她却置了网闻 依旧坚称自己并未饮酒 她深知作为皮内拉斯县的副警长 一旦被劝酒驾 她的职业生涯将岌岌可危 这种恐惧 不安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最后促使她选择了逃避与抵赖 因为我没有写的眼睛 在警员的坚持下 爱丽丝不得不妥协 同意接受眼睛跟随测试 然而测试刚刚启动 爱丽丝就因站立不稳而几乎摔倒 毫无疑问 这项测试爱丽丝没有通过 警员紧接着要求爱丽丝进行直线行走测试 尽管她勉强完成了测试 但她的动作迟缓而笨拙 显然与正常状态大相警惕 面对警察关于她身上浓烈酒味的询问 爱丽丝却试图狡辩声称那是颜料的气味 企图掩盖自己饮酒的事实 在最后的测试环节抬腿数数中 爱丽丝的表现极为糟糕 她完全忘记了数字 这一明显的失误让警员无需再犹豫 测试结束后 警员根据她的表现以及之前的种种迹象 果断地判定她酒驾 加上先前的超速行驶 爱丽丝最终被捕了 陷入麻烦的爱丽丝 试图联系她的姐姐或父亲时 电话那头却迟迟无人接听 她或许已经遇见到家人和同事们 很快就会得知她所犯下的错误 坐在警车里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坐着深呼吸 试图平复内心的慌乱与不安 这种明显的紧张表现 无疑是她内心深处 对即将面临后果的恐惧与后悔 然而无论她如何后悔 都已无法改变事实 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不久后 爱丽丝被带回警局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在警局内她接受了严格的呼气酒精测试 测试系统清晰地显示出 她的血液酒精浓度分别为0.206%和0.219% 这一数据远超佛罗里达州 对于酒驾所规定的0.08%的上限 面对这样的测试结果 爱丽丝已经没有理由再逃避了 雪上加霜的是 尽管爱丽丝在周二从皮内拉斯县监狱获得了保释 但她的职业生涯却因此遭受了重创 在她被捕之后 皮内拉斯县警局迅速做出了反应 决定解雇这位昔日的警员 这一决定无疑是对她职业生涯的致命打击 据警长办公室透露 爱丽丝自2018年起便受过于巡逻行动局 凭借多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 她终于获得了谨慎 成为了副警长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 她因意识的贪悲导致多年的付出和积累 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视频已经曝光 瞬间吸引了众多网友热议 一些网友认为爱丽丝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素养 完全不像个警察 另一些网友则认为爱丽丝不断强调自己是副警长的行为像个小丑 对此屏幕前的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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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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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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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